大家好 唐大叔知道 可能每个人都喜欢吉普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 都可以买新车吧 我是想说 所以 特别是这个大切诺基这种 直接和 奔驰宝马或者一些 这个 顶级豪华车 作为直接竞争对手这种车 它的性价比 不叫性价比了 应该叫价格是不低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找到 里数很低 车况很好的车 所以今天我现在坐在一个 一五年的 大概就一万多公里 但是一万五千公里左右的 这么一架 这个大切诺基里面 而且这一台我平时开的少是 V4的 sorry V6的 V6引擎的 3.6的那个 我现在就想开一开试试看 这个车的 马力啊 或者开起来感觉怎么样 大切诺基 用3.6 V6的引擎 拖不拖得动呢 所以我也很好奇 如果好的话 我会推荐给大家 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不推荐了 现在呢 我已经坐在车里面 用远程启动 把车的引擎打开了 现在我要出发前呢 我还要再按一次这个 这样车呢 才会启动起来 我是大切诺基 欢迎你驾驶我 哦好的 那就准备出发吧 先调调凳子哦 这已经有两个默认的 当然不是我设的 我去 原来这个人 一高一矮 原来那个人肯定是 一是男人开 二是女孩子 一就放的好地好地 二的话也放的好高 好了不废话了 Let's go 这一代使用的是这种 其实是非物理的 并没有推很长 它一挡就是一格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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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代其实跟 16年15年 这是15年的和16年其实没有任何区 都是一样 放在自动就行了 四驱也可以四驱落在登山的时候 下山的时候呢 这个是方向方化的 所以基本上 除了引擎马力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大切诺基引擎的话 3.6 V6 3. 这个4.7的 V8 然后还有一个 茶油版的后来 所以我现在试这个3.6 我自己没有开过 但是听说还可以 所以我今天自己试试 不能只听别人说对吧 好的 出去绕一小圈 给大家感觉感觉 我故意把音乐关掉了 这样大家可以听听引擎的声音 从前几档的感觉 还是可以的 只是 还可以 转速好像上来的比较那个 而且这台车呢 还有这个 手动的 换挡的 像跑车一样 或者像有一些 其实这台车的定位就是豪华的 吉普 大家可以听到引擎的声音了 听上去还是挺过瘾的 有点像我开3.6的 手动的车的那种引擎的声 还是要给行人过马路的 虽然引擎声音很大的 好的 行声听上去 好了 其实 刚刚是我的错 我才发现我刚刚放的是运动版 所以要手动去调的 但我没有手 我也不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像我这样拍 当然唐大叔是老手了 偶尔这么高高 偶尔这么高高也就算了对吧 大家就不介意这么搞了 专业人士的动作 大家不要随意模仿 现在说一下暂时的感觉吧 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放在运动档 所以 因为我刚刚在示范这个时候一直向下按按到运动的 但是 我现在放回到自动档再听一下 这是8速的 离合 变速箱 所以听上去 我觉得声音蛮正常在前两三档 或者叫三档吧 起步那个几档 现在我上一小段高速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自己也会预备说我的感觉 真的是够力啊 怪不得 他们连那个 Ram truck 到齐的大皮卡他都敢放 这个 3.6的引擎 真的我们Panda Star这个 我有点老换了 卖瓜 但是确实不是我说的 全世界 世界上最好的10个引擎之一 Panda Star 3.6 V6引擎 真是不错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对吧 以前我们开的本田思域什么的 1.6 1.5 然后 有一些雪佛兰1.8的引擎排量 到了后面雅阁什么的 这个 凯美瑞吧 应该都是2.4的引擎 所以 3.6本身这已经不是很小的引擎 当然大气游动机他有自重啊 有一些东西 但是 我感觉真的是原来3.6是完全开的动 不会说小马拉大车那么费劲 那 唯一要说的就是说你这个3.6引擎在城市开 应该是足够的 他也可以 就是有四驱的嘛 可以会 可以四驱平时的话 在城市开是够的 那为什么还要有必要换另外一个 这个 4.7的V8引擎呢 那当然就是 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到野外或者爬山 这个车本身自重 自重还是蛮大的 那 有一些极端一点的情况 当然马力大一点 另外就是驾驶的感觉比较爽一点 当然我们 这个大气游动机最厉害的 还有一个6.4的 叫SRT的 这个车很多店里都没有现货 一般也看不太到这个车 因为它是6.4V8引擎 跟小跑车一样 轰轰的冲的那种 所以 那个车的话真的就就是把SUV这种大气游动机这种大SUV当成 小的房车小跑车这种开的感觉 当然这个 我们正好也有一台 所以我这 我之前一直在介绍新车 啊 我也在忽然想到不是每个人 或者说 不是每个人会喜欢买新车 当然大家都喜欢新车 但是如果可以花更好的性价比买到同样的东西 那不是也是一种选择吗 所以 我自己包括都买二手的车 所以 当然新车对吧 多花钱 这个享受新的东西感觉 但不代表二手是如果好的话不能买 像这个车的话是17500公里吧 我绕完这圈回去以后 那等于说才开了一年的车 这个就可以 用更好的价格 然后我自己今天做这个主要目的也是试试这个车况 看一下 车道我是100公里 所以 我觉得看你怎么说吧 如果这台车的是男人开的喜欢点马力的 而且偶尔会有点小越野 那我依然是建议大家买 汽油或柴油的汽油就是这个4.7V8的 那如果是女性 这个天天 可能 女妈妈呀或者老婆开的多 偶尔老公来了 这个平时这台车是 妈妈用的带小孩的 但是家里人都喜欢吉普这个品牌 那我建议这个 V6是可以买的 因为 动力基本是够用 然后 油耗啊 油耗啊各方面也比较好一点 真的给女士开一个SRT的话 她可能不小心也不知道冲去哪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区分和定位的这个V6 但你说V6够不够 我自己测试下来我觉得还是够 啊 当然这个引擎的话也在放在其他的那个 那个minivan里面对吧 之前我我 介绍过 V1也是用的panda star 3.6 所以minivan长一点重一点 这个SUV 毕竟这个大千头街只是五座的SUV 并不是一个超大的SUV 那 重量 估计比半重一点 但是 3.6 我要说的意思是够了 接下来一段都是上坡路 那我刚开过来的感觉还行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当然不能把它当着小跑车那么标了 对吧 它这么重 毕竟风足也不是那么流行 但是我刚刚从出来了 我几个档位的感觉 包括动力过来 完全是够用的 不会说不够用 只是 你要想提速很快或者怎么样 那当然 这个3.6 也可以就萌彩吧 听着引擎星 听着引擎星的声音 那我 这个见仁见智你怎么开了 看我现在加速 提速 在上坡也没问题 引擎也没有说累的 哎呦哈哈乱叫 好了 这个车 唐大叔验证觉得 可以推荐买 那我再总结一下我刚刚的想到的一些东西适合谁买 第一就是家里人喜欢吉普这个品牌 第二的话 家里人可能喜欢这个 X5啊 宝马X5啊 或者Porsche啊 或者奔驰的 但是他们价格实在是要到 10万机的 10万块钱 所以吉普 让我这里没有仔细介绍内置 但是大家 只要知道行 大切动机就是豪华的SUV 但是他要带着吉普的血统 所以他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但是他主要是城市的舒适的豪华的SUV 所以你可以理解说 第一你获得了 得到了这个 吉普独一无二的这个品牌 第二的话 你是可以享受到豪华SUV的一切 驾驶的感觉 而且这个隔音也非常好 这台车 驾驶的感觉啊 电子化 舒适度啊 PE啊 那些 或者其他的 不用要是点火乱七八那些先进的东西 你完全要花可能 九万十万甚至十五万 去买那个奔驰宝马或者是保时捷 才能享受到的 但你只需要 花 少三分之一吧 或者更多的成本 你就可以买到 而且我今天介绍的故意开这台是二手的 所以我就比刚刚更更划算了 才两万公里不到的一台 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新车 刚刚磨合好的 而且还在这个 这个原厂质保期的这么一台车里面 你就可以去完全享受 当然喜欢速度感的 不在乎油耗的那些 你可以选择V8的 如果是说只是家庭用 要舒适 解孩子 或者是旅行这样 3.6 我觉得完全够用 在我自己测试下来的感觉 因为我 我已经说了好多次 这个引擎确实是不错的 好啦 我一圈绕下来 对吧 之前几次每次只是介绍车没有绕 那这次只绕我不介绍车 只是用一个普通人用车的感觉 这种角度去看 这假如我现在买这台车的话 我值不值得买 到底适合哪个这种家庭买 嗯不错 我绕一圈回来了现在 啊感谢大家 这个希望 我讲的这个对大家有价值了 可以帮大家 做决定的时候 有一些参考意义和指导意义 嗯 这个小子要干嘛 哎 拜拜 可以 这个唐大叔认证了 说可以买 如果你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 我会联络方式放在下面 大家知道我们温哥华 温村吉普之家 或者文雅店叫 温哥华 温哥华吉普俱乐部 或者吉普吉普之家 但是温村吉普之家 是我们官方的名字 如果你喜欢的话 联络方式都在那了 来电影也行 或者加我微信 或者打给我 但我尽量是 发微信先吧 因为唐大叔我每天瞎搞 不一定有没有空对吧 所以 啊 这台车的推荐指数 我就给他 四分 综合来讲 一个pre-owned 一个二手的 这个 这一台 我今天开的这一台 我给他四分 我觉得值得买 可以买 好啦 那我开这台是白色的 by the way 另外一台还有李树跟他一样 呃我看了一下 内饰的 内饰的 这个 就是 损耗和保养程度 跟他不相上下的 所以一黑一白 那个李树比较还要低 还要低 几千公里 所以 如果有人喜欢大切诺基 我说了V6这一个啊 然后可以 联络唐大叔 也可以自己来试试 别光听我说自己感觉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SRT的 这个 刚刚进来的二手的 所以那台也不错 如果真的喜欢那台车的 可以联系我来看看 如果有 现在已经下雨了 如果有机会 我想去试试那个 那个是好东西啊 不用我多说了 SRT可能一般看都看不到 看到的话 就是 中国好像 基本上也不太卖的吧 中国好像 所以这个好东西啊 如果喜欢的话 怎么又开始狂打广告扯些没用的了 是因为唐大叔停车地数不好吗 因为我右边有个车挡住我的路啊 不好听 好了 好 大家不要看我停车了 感谢大家收看 唐大叔的介绍 吉普 对吧 新车我就介绍过了 所以现在开始 介绍一些 都会介绍吧 新款的啊 或者性价比好的 这个 PREOWN的二手的 我自己会开开看 如果确实好 我才会推荐给大家 好吧 今天这台白色的 14000 差不多 14 17495公里的 这么一台车 我觉得是值得买的 欢迎大家 推荐给大家 好的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既然在那个 对了 这个 大圈奴基里面 呃 刚刚说的 Limited版 然后 还是刚刚那台车里面 我就顺便跟大家讲讲内饰吧 刚刚我一直强调说 大圈奴基是这个直接定争对手 定位是 像 BMW X5啊 啊 或者保时捷的 或者是 奔驰的一些车 但是 他在同样豪华 同样 这个 有 呃 同样电子化很高 舒适性很高的 顶级 或者是要高级SUV的情况下 他会比他们 首先价格便宜 但不代表这个 价值低 因为他背的是一个吉普 吉普就是吉普 你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唐大叔很喜欢吉普 1941年 75年吉普 所以 这个 内饰里面 第一有时候吉普 就是说 像这一类车 他喜欢用这种金属颜色 像我们很多75纪念版的这个吉普车里面都会用 这种铜的铝合金的 那种颜色 对吧 像二战的时候那种那种黄黄的 金属色 啊 然后呢内饰的话搭载的是8.7寸的 YouConnect 这个是 吉普一直在用的 Video啊 Media 当然这个蓝牙的话或者插SD卡或者蓝牙听歌都可以USB都可以插 Control的话这有 暖气 凳子会加热凳子加热 这个转向板加热 然后 这个镜子在他 感觉到这个后面有光的时候晚上会 自动的这个 这个东西 防止他黄眼睛 我老子介绍呢你乱跑什么 对吧 Dimmer 然后 Navigation 所以 8.4寸看起来位置也很好 也很合理 在控制的时候呢大家 这个还有一个省所有的省油模式吧 对吧不需要速度 路面情况很好 或者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打开省油模式 还有的话就是我刚刚大概讲了一下 这个会四驱 这台车虽然3.6但是四驱会自动 这个 需要的时候转成四驱 而且 在不同的情况轮胎感觉到是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可以自己调 泥地里面下雪了 或者下雪的 下雪天 泥地里面出去玩 在沙地的又干又滑的那种状况 或者攀石头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往上坡走 我们可以把这个Furwell low打开 下坡方滑也可以打开 所以这台车有一定的越野能力 当然 对吧 看你怎么用 我觉得就是 毕竟刚刚说了3.6 这台车也是全皮椅的顶配的一台车 前后皮椅 然后大概 还有一个 天窗 它不是全景天窗 是半景天窗 或者说标准天窗吧 所以 需要的东西 应有尽有了 顶配 然后这么一个pre-owned 里数也很低 刚刚大家也开过一圈了 跟大家 我是建议 推荐这台车的还是 大家说还是推荐这台车的 好吧 刚刚把他想走的时候 一下雨下大了 我就顺便把这个 车的内饰也讲一讲 现在雨小了 可以回去了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